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闪耀专场嘉宾报道一致 赵丽颖肯定合作 养子粉丝主动行动起来 随着年底的临近 媒体渠道将提供大量出色的服务 一如既往的发生 万众期待的微博愿景会闪耀专场 又名微博之夜 将于11月29日在苏州盛大举行 据了解,优质服务的安排已于7月开始 协调员将考虑全面的质量、影响、娱乐承诺和其他方面 已向杰出的电影制片人、电视节目制作人和艺术家表示相关的尊重 这项出色的服务将有一个名誉通道功能 届时将有空的访客也应该穿着衣服 这两天,微博的负责人也一直在向全世界宣传这一事件 许多超级巨星访客也不断被报道 截至目前,权威申报专家有30余人 白宇凡、孟子义、杨超越、谭剑次、张彬彬、钟楚西、周亦然、汪苏龙、许卫州、胡兰、华少、黄小蕾、李浩、吴锦言、张萌、张天爱、陈哲远、邓紫棋、金晨、张凯丽、张可颖、张南、关小彤、毛小彤、杨迪、齐思郡、玉可为、杨荣、曾礼等人悉数加盟 还有,网友们通过庆典权威博客的新闻推测的明星嘉宾中 赵丽颖、任嘉伦、杨子、杨幂、景田、王贺帝、刘亦飞、吴雷等都是顶级经纪人 陈飞宇等 据评估,众所周知的将保留到最后一次权威声明 赵丽颖的资料显示,赵丽颖已经确定加盟 而且还有消息称吴磊和赵露丝也将加盟 其他人还不能承诺 微博世界聚会是微博之夜的升级版 在过去的场合,今年的访客安排很棒 能与微博之夜相提并论的夜晚并不多 这是媒体机构中所有个人的节日 任何有声望和声明狼藉的人都会受到欢迎 另外,综合考虑,杨子是可以上场的 毕竟,他也是该部门的老同事 肖战和杨子两度拿下微博君和君主 杨子今年也同样传出无数经验之作 协调人正常情况下,杨子是不会漏掉的 表示,对于这项令人惊喜的服务 杨子的粉丝已经主动行动起来了 为了杨子能有机会在大理上炫耀圈子 紫米公众号一直给他工作室指导 不要铁刘海,绣太阳穴,不要做单肩公主裙 我以前穿得太平凡了,我受够了款式 让杨子控制好身材,穿破烂的衣服 这两天最适合去美容院消肿销售 统治者确实不着急 很显然,虽然杨子的演技短时间内秒杀了无数小花 但在造型方面,他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杨子平时很少晒,也很少看到他穿着暴露的衣服 他挑选的裙子基本都是公主风 的确,整体来说很适合他 但是当众多女明星同时出现在同一条荣誉路上时 杨子的甜美风格可能就显得不那么显隐了 赵丽颖之前也被吐槽过 他来自野外,设计实力太差了 穿搭也很吐气 不过经过长时间的换装 赵丽颖的气质越来越好了 稳步跟进选择适合自己的风格 不刻意的标榜挑逗,犀利,精神上的尊贵 足以证明没有人是带着陌生的风格来到这个世界的 个人靠一座 无论设施多长,外观都可以通过捆绑改变 杨子的恶名在之前的微博晚会上引起了足够的关注 我认为只要衣服适合他 就应该有令人信服的理由 像粉丝说的那样歪曲事实 杨子不可怕 他从来都是靠实力说话 不用费心用这些花里胡哨的光环来遮掩自己 因为他不用靠荣誉途径拖圈 02 杨子晒出美罩外出旅游 穿白色外套搭配深色裤脚高筒靴 人气甜美 每年寒冷的时候 羽绒服是日常穿着中最保暖 最实用的搭配方式 尤其是在北方 羽绒服是当务之急 搭配裤装 裙装和长筒袜非常实用又显高 同样可以衬托臃肿的羽绒服 家喻户晓的小花羊子晒出了 他最近的冬日旅行美照 温暖灵动的白色长款羽绒服 搭配深色的薄裤和高筒靴 头戴毛线帽 时尚又显高又甜美又精致 羊子这件白色长款羽绒服极细厚实 保暖性无与伦比 夸张的风貌有层次感 升级范儿 出色的表面设计非常吸引人 而且质量非常好 在拉链未满的情况下拉开领口 用粉红色的围巾包裹天鹅颈 更显轻盈流行 提升了穿搭的显色度 尽显羊子的精致气质 成就了玲珑年龄下降和温暖的影响 羊子下半身搭配一条深色修身裤 塑造出一身反差十足的摆变搭配范粒 它是最新的和基本的 总的来说 你的结果不会很差 它往往适用于日常生活中的不同事件 深色有其自身的变薄和质量 非常好的亮点 搭配高筒靴 羊子与绒服外的小腿可以调节 显高挑 羊子用白色长款与绒服和深色裤子混搭 一尘不染 和身利落又显瘦 搭配一条粉色的围巾和一顶白色的毛线帽 精致可爱又甜美 在嘉年华中绝对可以驾驭环境 03 微博剧集发文量TOP榜单再次揭晓 肖战登顶 手破百万 近日 官方公布了微博秀剧集发铁量TOP榜单 我现在承认 现在很多粉丝心中都有一个最爱的新人 毫无疑问是肖战 肖战毫无疑问落败了 论冲击力和实力 肖战一直都是牛逼的 值得关注的是 从发铁量上看 肖战是发铁量超过100万的主创 肖战本人很少营业 请问这位是肖战 据了解 在微博秀系列发文量TOP榜单中 肖战和杨子的不嫌麻烦就教育我一辈子有效登顶 排在朱一龙 任嘉伦 王一博 杨幂 杨子之后的主打作品 肖战 任嘉伦等实力派的艺人 大量作品都在破档 总体来说出色的 从发文量来看 肖战目前是发文量超过100万的主力艺人 这样的信息可以非常自然地感知到大众对肖战以及肖战出演的作品的喜爱程度 从粉丝们的反应来看 大家看到之后都非常的精神振奋 最有名的言论是粉丝们对顾薇的讨论 基本不可能 肖战的顾薇名气极大 肖战本身就是实力不俗的艺人 心无旁骛 作为媒体的理智流 我一贯尊重肖战的性格 无论是在观众面前还是在影视剧中 都能从肖战身上学到一些重要的知识 法规和行为很快就能承受最坏的部分 肖战值得效仿 所以 恭喜艺人兼艺人肖战 他拥有被粉丝遗忘的力量 这不是简单的文字片术 更不是靠外表 而是真正的实力 相信肖战会继续秉承着自己独特的期待 继续将更多的善举带给大众 塑造出优秀的角色 肖战未来可期 相信很快就会有新节目播出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